大家好,我是孔凌杰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为大家介绍平台竞争 那平台竞争是讨论什么议题呢?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企业 他一定都面对着竞争 不论你是开餐厅的啦 开学校的啦,开医院的啦 或者是这个当零售店的都一样 那么传统的企业他们要做的事情 无非是争取消费者,对吧 比如说我餐厅,你也餐厅 那我就想办法煮的比你好吃 或者是比你的便宜 或者是煮一些你没有的东西 其他的,依此类推 所以传统上来说,我们讲的这些竞争策略 无非就是要嘛你东西可以比别人便宜 不然就是你东西比别人好 不然就是你跟人家不一样 如果你是开日本料理店的 那我就卖欧亚尖之类的 那我们就不一样啦,依此类推 好,那不过我们今天讲的是平台嘛 平台这个东西的话上面有什么呢 上面就不只是两个经销商对一个消费者这种事情 而是更复杂 复杂的点在于像这样 我们呢不只要争取消费者 我们也要争取供应者 对吧 在我们一个平台上,我们通常没合供需双方 那么如果没有供给方 我们就很难吸引需求方 因此呢,如果两个平台在竞争 两个平台在竞争的话呢 他们必须要同时考虑如何争取消费方和供应方 因为供应方的多寡会影响你争取消费方的容易度嘛 也就是说呢,这里存在着跨边的网络效应 所以如果要有竞争优势的话 那你可以有很多面向 你可以有刚刚讨论的一般情况下的各种议题 但是呢,你这里必须要善用并且发挥网络效应 这是我们在讲平台策略 平台竞争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呢,我们的重点是在看 当我们两个平台在竞争的时候 他们如何同时考虑供给和需求面 而不是只看需求面 或是两边分开来看 是这么一回事 好,那我们今天呢 会从几个方向切入 来介绍这个平台竞争的议题 那么竞争上有什么手法 大概就是我们介绍的一个顺序 所以我们会先介绍最基本的 也就是补贴策略 补贴策略有什么样的经典案例 它有什么优点缺点 以及有什么注意事项 接着我们会谈平台定位 最后我们会谈平台的扩充性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影片预计要做的事情